穿着一胶背心躺在地上一动 也不动男子血流一地 画面触目惊心 送医经过抢救仍然伤众不治 而另一头跟他对撞的母女党 45岁的妈妈整张脸圈沾满血迹 也被医护人员赶紧送上救护车 再往医院急救 至今昏迷指数只剩3 有生命危险而坐在后座的20岁女儿 则是腿部受伤没有大碍 这起车祸发生在台南市新化区 16号中午63岁的方姓一交 当时镇准备前往新化一处 纳古塔指挥交通 却在台19甲外环道路十字路口 与共乘机车的灵性母女相撞 竟撞成一死一命危 可能当中其中有一方 有这个闯控灯的这个状况 那至于是哪一方 因为没有相关的证据 我们还在做一个先知的严判调查当中 骑车出门指挥交通 怎么会车祸身亡 来到方姓一交工作的场所 同事说方姓死者 已经总是一交工作15年 就连自己服务优质得了奖 也希望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 现在却车祸身亡 大伙根本没办法接受 配合度非常的好 而且每一次他在执行的时候 都提早到 而且都从来不迟到早退 车祸发生路口 并没有监视器 到底车祸怎么发生的 警方还要再厘清 现在只希望有目击者能够提供相关画面 早日浪案情移情 记得了万章台湾报道